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瑋 那已經是跟林章恩老師聊聊的第三集了 那這一集就是希望林章恩老師可以分享一下 他平常練琴的一些步驟 還有一些方法 是不是有些特殊的方法 或許可以分享給很多的青年演奏家很多不一樣的經驗 包括如何暖身 然後做怎麼樣子的練習曲 然後練琴的時間 然後怎麼樣安排曲目 然後最後是想要問老師說 關於他受傷的時候有沒有受傷的經驗 那如何去做更好的調配 請看 今天想要跟老師請教一下 現在很多時候也許很多音樂家都關在家裡 如果關在家裡的時候 很多的日常練習 像老師也有所謂老師的日常練習對不對 可以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您的日常練習嗎 這三月中旬的時候 我知道音樂會會慢慢被取消 但是我不知道被取消到什麼程度 那時候當然心情就非常不好 我就不練琴了 我才不練琴了 三近兩個禮拜坐在那邊 就是情緒很壞 就沒辦法做任何事情 但是後來我必須要回到網上去開始教我的學生 所以我就開始慢慢的就回想起來 說我自己要知道 我不能說一天到晚坐在沙發上面看電影 不要再什麼事情都不做了 然後我第一個我會越來越胖 第二個是我越來越沒有精神 所以我就開始慢慢的給自己 像我 我大很多年沒有好好去打網球了 然後剛好那一陣子 Houston的這個天氣非常好 所以我找到兩個三個 打給我打球的這個球伴 然後我每天去開始 然後慢慢精神就開始回來了 然後我就說我怎麼樣練琴 因為我要準備三月四月五月的演奏會的節目 都沒有必要了 我都算好時間 因為我要準備演奏以前 我都是往回頭算 就是說五月一號要演奏一場音樂會 我要在三月幾號我就要開始準備這個曲子 然後到了什麼樣狀況 到四月幾號進入這個可以演奏的標準 所以我都算了一清二楚的 我是這種人 但是知道沒有一個目標的話怎麼練琴 我就決定要給自己一些新的曲子 我就到我的那個學校的教室裡面 我有三個很大的那個裝樂譜的那個書架 我在上面看看看看看看 我說哪些曲子我一直很想學 但是沒有學過 所以我就挑選了空狗小提琴節奏曲 開始練的時候 我說哇這曲子真的很難 但是現在練了差不多兩個月之後 發覺開始不錯 這個曲子已經可以到了一個階段之後 我會再給我新的挑戰 然後我就給我自己一些巴哈舞伴奏的曲子 好好練 然後我把那個英國作曲家 Walton的小提琴節奏曲也帶過來 所以我現在在旅館裡面 就是練Walton節奏曲 其實我給我自己的要求就是說 如果我要跟我自己上課的話 老師說就是我啦 我跟我自己說 你兩個禮拜之內 可不可以把你的Walton節奏曲帶過來給我聽 所以我就開始算 我說到了兩個禮拜的時候 我可以拉什麼樣子 整個曲子還是一個樂章還是兩個樂章 比較像樣的可以拉給我自己聽 我拉完之後不會罵自己 哈哈哈哈 不會想把自己趕出去 所以我就給自己這種一種標準 所以我就不停的給我自己的挑戰 這個是蠻有趣的一個過程啦 因為我不想再回去 就是說拼命在練 已經滾瓜爛熟的曲子也拉膩了 因為沒有演這的目標的話 我是比較覺得 好像沒有特別的意義 但是我給自己新的曲子去好好鍛鍊的話 我是覺得蠻有蠻值得的 所以等於疫情的關係 老師就有一個新的練習的菜單這樣 其實也蠻不錯的 如果像整個秋天如果音樂會還是非常少的話 像我這次8月中旬回到美國之後 我會給我自己新的功課 我要找一些新的去開始好好的再繼續學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通常太多演奏的曲目要準備 所以我真的想學的一些曲目 常常沒有時間去學 這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真的 就是可能大家都難免有一點消沉 我覺得反而要正面一點去面對 去計劃新的東西 對對 要不停的給自己一點挑戰 像我從5月在美國學校開始放暑假了 我就給我的所有的學生講 我跟他們說 你們不用客氣 你們想要上課 我完全無條件 不收費 然後繼續教你們 因為我覺得這種夏天音樂活動 都被取消的狀態之下 我就是不要讓他們太灰心 所以一直要給他們一點鼓勵 給他們幾點知道 看到什麼很好的在YouTube上面的這個音樂會 或者是錄音 我就叫他們去聽 然後給他們一點靈感 或者是我讀一兩本好的這個音樂上面的書 我就推薦給他們讀 所以就是讓他們覺得好像有一點事情可以做的感覺 老師那你平常除了練習曲子之外 你有什麼你自己練習的步驟 就是暖身啊做什麼 有人說 當年很偉大的 蘇爾小弟兄叫Oystrak 要演奏的那一天 他第一個warm up是 那天晚上演奏的曲目裡面最難的一段 為什麼呢 如果他能夠剛起來 腦袋還不是那麼清醒 暖身還沒有足夠 他能夠那一段拉得 無懈可擊的話 他知道那天晚上一定沒有問題 當然有些音樂家不一樣 像海芬茲當年是 一定要練很多的音階 讓他自己去開始準備要演奏的曲目 但是 每個人的這個方法都不太一樣 像最近 我為了鼓勵我的學生 我們用那個Zoom討論大家說 最近有什麼新的經驗啊什麼 就是這個機會來鼓勵大家 就有一天我跟我的學生 我說我有一個surprise guest 我請的是Proman 他上Zoom跟我們談了一個小時的話 很有意思 他是一個很有風趣的一個人 然後有一個學生就問他說 What etude do you like 你喜歡哪個練習曲 Proman回答說 I don't like any 他很明顯的就說 他要warm up 他要暖身的話 他是練一些其他的曲目 我是覺得偶爾要練一下音階 是對我來講是很重要 但是我要求我的學生 希望每天能夠練個半個小時的音階 但是我 當年年輕的時候也是乖乖的練音階 所以我覺得我已經練夠了 除非我真的覺得 在執法或者是音準上面 需要更有把握的話 我可以練一些音階 但是對我來講 不是一個最大的挑戰 所以我問您開頭的時候 選第一句 這是Walton協奏曲裡面最難的一段 因為這是給我的新的功課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新的執法 很困難很便扭的執法 能夠練出來之後 我覺得說 OK這樣的話 我就才從頭開始 比較從簡單的那個開頭 再重來 再來一次 所以幫大家重點整理一下 大師的練琴暖身是跟我們不一樣的 一早就挑最難最難的片段 直接讓你醒過來 這個方法也不見得是說 我一定要推薦給每一位 學任何樂器的年輕學生 因為我是覺得 每個人的這個方法 和長短處都不太一樣 老師那你以前練琴練到現在 有沒有什麼 哪邊是有受傷過的嗎 我以前打網球 走火入魔 是打網球打出來的 對我的右手的肩膀 結果受傷了 其實這個受傷最近 我剛才提了說 我三月開始打網球 結果打得蠻順手的 很久沒有打 但是肩膀又是受傷了一次 這個叫小心 因為在我受傷的那個筋在 在這個肩膀這裡 所以如果我要拉琴的話 這個手臂右手臂 一定要有一個 所謂叫做 range of motion 就是動作可以很放鬆的做嘛 對不對 尤其是你拉琴要上上下下 如果開始有痠痛 或者是有限制的話 拉琴會大打折扣 所以我以前受過傷 然後加傳有一個 有一點那個脊椎骨的骨刺 所以有一兩次就是 因為有骨刺關係 我的右背覺得像抽筋的感覺 就是那個神經被壓到 所以那個時候 真的是很痛 就是說拉琴的時候 還睡覺的時候 都坐立不安 因為這個痛的是不停的在動 然後那個肌肉 被神經的刺激 好像一直在 一直在抓抓的這個肌肉 放鬆緊 鬆緊鬆緊不停的動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 是不是那麼舒服的 我常常勸年輕的音樂一家 因為這是我是以前有的經驗 就是說年輕的時候 即使你練琴 不管是什麼樂器 你開始有一點 酸痛的肌肉的感覺的時候 覺得好像是自己是Superman 沒有問題 一定是第二點起來就可以 就沒事了 但是我是勸我自己的學生 要非常小心的注意 如果你肌肉疲倦 酸痛的時候 要停止練習 要休息 你要休息兩個小時也可以 休息個20分鐘也可以 然後恢復一點狀態之後 再去練 但是你肌肉 真的是疲勞的時候 絕對不要再繼續做 這不是一個 逃課的一個藉口 你要維持 你的這個肌肉 和這個骨架 他們的健康 一定要小心 不能說在 因為是年輕的關係 你就是 永遠是不會受傷的 這種感覺 因為我是真的是有 不同的學生 真的是受傷 受得還蠻厲害的 就是有些人大概 要停拉小鼻型 要練兩三個月都有的 對所以如果 平常練習 有一點點不舒服 就應該要馬上休息了 尤其是在台灣 那個按摩的水準非常好 像我這次 Quarantine 出去之後 我第一個願望就是 第一個要剪頭髮 第二個是要做按摩 我覺得要利用在台灣 這段時間 好好的讓自己身體 要恢復一點狀態 你可以想像 拉琴的這個姿勢 像我們這右左臂 是這樣拉 沒有一個人說 手臂是這樣抬的 對不對 很不自然 所以你拉久了當然 你習慣了 你不再想 但是如果你仔細再 再用大腦去 去觀察的話 你發覺這個不自然的 這個姿勢 總是要讓肌肉 能夠放鬆一下 能夠放下去 要不然你的肌肉 就越來越緊 然後過了一陣子之後 就動不了 謝謝老師 跟我們分享很多 暖身的方法 還有怎麼樣去做一個 好的調整 跟林昭雷老師訪談 這三集節目 我真的覺得我學到 非常多東西 每次看著大師講話 那個深情 我都覺得好有智慧 那一種韻味 對 而且老師 永遠都是那種 沒開眼笑的感覺 你不覺得嗎 對對對 然後講話的那些內容 都讓我真的覺得 老師的整個人生經歷 都非常的豐富 希望大家也在這些影片裡面 學到非常多的東西 希望大家喜歡 記得影片分享 喜歡的話記得分享 讚讚留言 都會回答你們最多的就是 訂閱我們打開小鈴鐺 掰掰